连镇如白拖过去教条的伸道方式 把市府中庭变身城市下最夯的密室逃脱场景 让学生化身成不同行业角色 透过观察推理运用内在真实的无形资产 也就是诚信来闯关 李四传副市长首次挑战 直呼比铺路还要难 这也开心和学童一起分享 连结诚信的重要 遇上什么难关 让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想过头 还直呼比铺路还要难 这逼夫婆友看你 不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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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红杂 原来高雄市政府与法务部连镇署 共同举办连结教育宣导活动 把密室逃脱连结教室 搬到高雄市府中庭 要让学子在寓教养乐中 学到连结呈现的重要 副市长伯伯也没有办法 每天晚上12点去看道路 到底做的好不好 但是我们所有在施工的工程园园 所有的伙伴都很诚信 按照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步骤来施工 所以我们现在高雄市的道路 越来越好 你说对不对 对 以吹笛手的故事作为包装 参与者必须化轩 侨夫商人及骑士等角色 运用所学破解每道关卡 李副市长和陈荣舟副署长 跟随学同标聚商李反映 连正式这几年来我们都要求 政风单位能够做好前端的疫情工作 就像今天的先导 也是一个疫情性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也希望朝向一个疫情的 一个作为的方式 发挥一个政风跟机关最大的结合 让机关能够平安平顺的推展业务 除了密室逃脱 连接教室让学童玩得不亦乐乎 现场还有数十个中央与地方机关 精心设计的游戏摊位 都把诚信带入游戏当中 自然培养诚信品德 游戏过关可以得到一个张 然后三个张就可以去服务台换一个这个 那你有学到什么吗 我学到要诚实 连正式选导专车规划开往全台 创联各地选导资源及成果量年展出 毕竟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唯有诚心才能让世界未来发展更加美好 记者李嘉隆伯少君 高雄报道